据悉 这起事故是因为客船挂断滞留在河边的挖沙船钢丝绳 造成客船侧翻下沉 翻船的河面宽约130米 水深3到4米 据海事部门初步调查 此客船的载客量因为14人 但事发时实际载客量为43人 属于严重超载状态 事故发生后 当地的海事 公安 消防 武警部门 组织了近400名人员在现场进行搜救 遇难中小学生为绍阳县唐田市镇中学 唐田市镇中心完全小学的学生 因此中秋放假 渡船被学校包船送学生过渡 目前 渡船上的两名船老板已经被当地有关部门控制 事故救援打捞工作仍在进行之中